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的簡報會 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首席醫生、歐嘉榮醫生 以及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苑霞醫生 我先請歐醫生講講個案的詳情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首先在這裡恭祝大家新年大樂 我現在會匯報一下香港新冠病毒最新的情況 昨晚我們確診了共29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12699至12727 在這29宗個案當中 26宗帶有N501Y和T478K 換句話說很大機會是Omicron 有一宗帶L452R的變異病毒基因 是印尼輸入的 餘下一宗是化驗重系進行之中 在這29宗個案裏面 有13宗是有症狀的 餘下的16宗是沒有症狀的 餘下的16宗是沒有症狀的 另外28宗全部都是輸入性個案 28宗輸入性個案當中 其中一宗是涉及一名國泰航公司的機師 一名45歲的男子 個案編號是12699 這位人士是住在大嶼山東涌東環的6B座 他在12月27日 由香港前往墨爾本 在12月30日回到香港 他回到香港的時候 在機場檢測是陰性的 然後就進入了國泰的日泰居Hatland 接受隔離 在第三天的樣本 即是1月1日的樣本 是呈陽性 他亦是同日出現病徵的 他最後一次檢測陰性 是12月26日 在另一程馬來西亞回來的飛機 抵港的時候 在機場檢測是陰性的 他過去21日除了這一程機之外 還有兩程機 分別在12月26日去馬來西亞 即是來回 以及在12月19日至20日前往倫敦 都是往返那種 他在倫敦回來 即是12月20日在倫敦回來之後 在第三天 即是12月22日的樣本 都是陰性的 他在前伏期 其實他在倫敦回來之後 都去過一些地方 雖然我們都覺得 他最大可能 都是去墨爾本那程感染 但為了審陣起見 我們都將他 在倫敦回來之後 去過的地方 納入了強制檢測 包括東涌 銀康街東環的Fusion超市 是12月21日 以及大嶼山海提灣本的一間餐廳 名字叫Ozu Bar & Restaurant OUZO 是吃晚餐的 在12月23日 餘下落來的輸入性個案 有20宗是自菲律賓輸入的 這20宗自菲律賓輸入的個案 除了一宗之外 其餘全部都是涉及外地 身內港的融工 當中7宗是乘搭CS906 在1月1日底港 7宗裏面有6宗是外融 全部都是機場檢測呈陽性 另外那13宗自菲律賓輸入的個案 是在12月30日 乘搭PR300這班航班底港 全部這13宗都是在第三天的檢測呈陽性 當中有3宗是在竹高灣的檢測中心 第三天的陽本呈陽性 另外有10宗是在沙田萬宜酒店 第三天的陽本呈陽性 沙田萬宜酒店是一間專門給外融檢測的酒店 10月30日PR300底港這班機 現時總共有20宗的個案 包括剛才的13宗 另外有7宗當日在機場底港已經檢測到陽性 今天的輸入性個案 除了先前那些之外 餘下有4宗是自加拿大輸入 1宗是印尼 1宗是南非 接著我會講一講 今天1宗在本地感染 與輸入個案有相關的個案 個案編號是12708 是涉及一名38歲的女士 她是先前一個個案 12654的家人 她們一同在12月27日在望月樓有個午餐 當我們知道這間酒樓有個爆發的時候 在12月30日知道她家人確診之後 我們就安排了她在當日晚上 12月30日晚上去築高灣接受檢疫 她在12月31日在築高灣取的樣本是陰性的 她1月1日開始有些喉嚨不舒服 就送去屯門醫院 在1月1日在屯門醫院取的樣本就呈陽性 當時的CT值是33 第二天再取一個樣本 CT值就跌到25 她是一位文職的人士 在泰亞香港有限公司工作的 這間公司是在荃灣的德士古道 山德士中心15樓 最後上班日期是12月30日 我們已經將這間公司 她有9名的同事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已經是送往檢疫中心 另外這9名同事的家居接觸者 有20名也都送去檢疫中心 大致上她的活動和她家人 在吃完這頓飯之後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些新的場所是她去過的 我們昨晚已經立入了強制檢測公告 包括在12月29日中午的時候 她去過荃灣滑月理財中心的 匯豐銀行的滑月理財中心 在荃灣富華中心二樓 另外她是在12月29日 搭68A巴士 由青衣回朗平村 亦都在12月30日 搭輕鐵751日 由天日至友愛 大概是五點鐘的時間 同一日 由搭輕鐵610日 由屯門馬臺回到元朗 大概是六點鐘的時間 另外我也想報一宗 我們有一宗在檢疫中心 亦都是在檢疫中心偵測到的初步陽性個案 亦都是涉及望月樓一名食客的 這位初步陽性個案 涉及一名66歲的女士 她在12月27日 跟另外八位的親友 親戚和家人去吃午餐 大概是12點半至1點半的時間 她本身是住在大圍 碧田街行峰花園的宜座 她是一名已退休人士 她在我們做接觸者追蹤的時候 因為她在望月樓吃過午餐 12月27日 她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在12月31日 就送往竹高灣檢疫中心 她同日在竹高灣檢疫中心 拿的樣本是呈陰性的 她先前未入檢疫中心之前 她自己是在10月29日 因為望月樓的強檢 她都是在社區檢測中心做過測試 是陰性的 她在1月2日出現有咳嗽和喉嚨痛 1月2日就是昨日 拿的樣本是呈陽性 CT值是31至32左右 她打了兩針科興 她的活動 主要就是吃完餐飯之後 她曾經在12月28日 去過大圍美田路的大飯堂 這間食肆吃東西 大概是兩點鐘左右 同日晚上大概在六點鐘 去過美林商場的大家樂吃東西 她在12月29日上午去過匿圓的社區檢測中心做測試 當時是陰性的 在中午的時候去過新城市廣場的月 是吃午餐 去到12月30日 她在下午去過沙田的北京樓 吃午餐大概是兩點鐘左右 接著是乘搭88號駅 去了另一名親友的家 在進景園的八座 由於這位人士 她都在社區有些活動 我們都會將上述的地點 踏入強制檢測公告 希望相關曾經去過這些地方的人士 盡快做過檢測 我也想匯報在望月樓我們的調查工作 我們在12月30日當日發現 有一個群組個案的時候 我們已經即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除了涉事的兩張桌子外 我們展開追蹤 將在望月樓 在12月27日 1點至3點 出現過的人士 納入強制 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當中有22名的員工 以及207名的食客 在這207名的食客裏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聯絡得到191名的食客 已經安排了他們進入檢疫中心 當中很大部分已經在檢疫中心做了測試 以及已經是陰性 另外有10位正準備送往檢疫中心 餘下有6名人士 我們無法追蹤得到 涉及兩張桌子的人士 為了斷絕任何可能在社區出現的傳播鏈 我們會將這些顧客再次發出一個強制檢測公告 以及要求有關人士在明天進行檢測 並且在完成檢測之後 向衛生防護中心通報 我再次呼籲 所有在12月27日 下午1點至3點 在望月樓用餐的人士 立即聯絡衛生防護中心的熱線 電話是2125-1111 或2125-1122 以保障自己、家人和公眾的健康 以及遵守相關的強制檢測公告下的規定 我們會嚴肅跟進 未有遵守強制檢測公告的個案 包括發出定額的罰本通知書 以及會提出檢控的 我們亦在12月31日出了一個強制檢測公告 將整個右一城 在12月27日1點至5點 曾經在右一城出現過的人士 都立入強制檢測公告的 他們需要在1月3日、1月8日和1月15日 是再次做過檢測的 我在此呼籲在相關的時段 去過有一城的人士 都盡快在指定的日子做一個強制檢測 現時來說 望月樓的個案 涉及有五名的確診個案 以及一名初步陽性的個案 頭那三宗個案 涉及兩張在餐廳的一個 就是外面的兩張桌 大概的相距是十米左右 而第三張桌和第四張桌 分別是在兩間房內 他們用餐和第一張個案的用餐人士 重疊的時間分別是 第一張桌的客人是在A2桌 而個案12654和12708 他們和第一宗個案的重疊時間 大概是2時20分至2時55分左右 我們看看閉路電視 也看到這兩名個案 曾經在第一宗個案身邊 是在這張桌身邊經過的 至於第三張桌 涉及個案12673 他們重疊的時間是1時15分至2時55分 我們看閉路電視 所以發覺兩組人 我們找不到他們有任何接觸 最後一張桌就是初步陽性的個案 它和第一宗個案的重疊時間 大概是1時15分至1時30分左右 我們現時還在看當日的CCTV 在公共衛生發言服務署 也做了一個基因排序 確定了至少有兩宗個案 12637和12654 它的基因排序 是和第一宗個案12611 是百分百相同的 證明其餘那兩宗個案 我們相信都是在酒樓用餐的時候 受到感染 我們已經拿了42個環境樣本 暫時全部都是陰性 包括在餐廳的洗手間 商場的洗手間 餐廳裏面的桌椅 和一些職員有機會碰到的地方 都拿了一些環境樣本 亦都在其中一個空氣的濾鏡 都拿了一個樣本 都是陰性的 亦都聯絡了基電工程署的同事 去視察和評估這個通風系統 我們今天再一次和基電工程署 和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同事 再做一個視察 亦都拿了53個樣本 在化驗仍然進行之中 亦都今天我們 另外六得一宗的初步陽性個案 都是本地感染的 和另一宗輸入性個案 是有流行病學關聯 個案涉及一名35歲的男士 他是個案12676的家人 他本身沒有打針 12676的源頭病人 是一名機艙服務員 他在12月27日 由洛杉磯第港 他在12月 這位12676 他在12月31日 第五日的樣本 是呈陽性的 並且在10月29日出現病症 這位家居接觸者 他住在北角藍天大廈 和12676的接觸時間 是12月28日至12月30日 他在1月1日的時候 被我們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亦都在1月1日 送去竹高灣接受檢疫 他在1月2日 拿的樣本是呈陽性 CT值是30、32 他本身沒有出現病症 他工作的地點 就是在紅磡的都會大廈 2002室 一間叫本份資本投資公司 我們會做密切接觸者追蹤 他亦都去過一些餐廳和食肆 在12月28日 乘搭106日巴士 前往銅鑼灣的吉野家 吃晚餐 大概6時半左右 在12月29日 去過 上午9時半 去過 在智庫都會7樓的湯家 在12月29日 晚上6時 去過河內道的 聚亨軒海鮮火鍋 在12月30日 大概晚上7時半 去過在櫻王道康福園的太平洋酒吧 和同一天晚上 大概10時 去過康澤花園的麥當勞 他亦都在12月31日 上午去過阿金南洋茶室 以上我所說的地點 在今天晚上會立入強制檢測公告 希望曾經在同一時段 去過的市民 盡快做一個檢測 今天初步陽性個案 大概有40宗 絕大部分都是在機場 抵港人士檢測錄到的 當中牽涉有些飛機 是超過三宗或以上個案 我們會根據法例 暫時停止他們抵港的這些飛機 我今日的報道就是這樣 現在請何醫生 講一下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我會公佈一些數字的 直至今早9點鐘 在過去24小時內 醫管局系統一共情報了34宗個案 對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 冠狀病毒2檢測呈陽性的病人當中 有5名病人已經在過去24小時 康復出院 並且完成出院之後14天的隔離 我們仍然有225名檢測呈陽性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 以及亞洲博覽館 社區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1人情況嚴重 有224名病人情況穩定 我們負額病床的數目是1,107張 使用量是60% 至於負額病房的數目是611間 使用量是69% 報告到此 已經是提問時間 麻煩大家在發問前 先介紹你代表的機構 後面那位 最遠的位 你好 TVB 首先想問一下歐醫生 其實現在看到確診數字 一直不斷上升 第五波其實已經爆發了 另外想問現在強檢的地點 越來越多 也說還有6個是否找到 其實他們這麼多人去過的地方 是否還有一些流亡未公佈 會否有更多地點需要再公佈 另外想問醫管局 就是那個嚴重病人 他應該是屬於我們看 Omicron的第一個嚴重情況的病人 他現在在哪間醫院留意 還有有沒有跟他用藥 或者有甚麼治療方式 謝謝你的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都看到在過去一兩個星期 個案數字是大幅上升的 這是事實來的 主要都是輸入性的個案 當中亦都出現一些社區的傳播 我相信主要的問題就是 現在在全球 就是Omicron這個爆發 令到全球的疫情急速惡化 在很多國家都出現一些傳播 亦都有一些重新 我們叫做reinflation 即是再次感染 變成了因為海外的疫情是嚴峻的話 曾經前往海外抵港的旅客 我們亦都同時間錄到多了很多個案 亦都在抵港旅客 呈陽性的百分比 亦都比先前高了很多 這個我們都是非常關注的 但是特區政府都用盡一切的努力 他希望外防輸入 所有的輸入個案 我們都希望可以倒截到 避免去流入社區 但是我們都關注 先前有些人士 他感染了之後 在社區有些活動 這些是會有機會 引起一些社區爆發的 我們亦都看得到 包括亡月流的情況 出現了一些 在本地的社區出現一些傳播 我們都是嚴陣以待的 將所有這些曾經在社區活動過的 在傳染期活動過的個案 他們去過的地方 全部都是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我也在此呼籲市民 如果知道 即是留意到自己曾經去過這些地方 或者是透過安心出行 或者是其他途徑 知道自己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話 就盡快去做個測試 我們亦都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上個禮拜開始 是加強了曾經前往過一些高風險場所 即是有個案 曾經出沒過的地方 那個檢測次數 由以往是三次增加到六次 包括在個案去過之後 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 第七日、第十二日和第十九日 要做強制檢測 目的就是希望盡快找出一些 可能個個案已經在社區傳播了的 給其他人 我們都希望盡快找得到他們 包括一些初發的個案 或者是因為潛伏期可能會長一些 所以我們都將檢測次數加密 和拉長到第十九日 至於強制檢測的數字 是越來越多 這是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們看得到 輸入個案 曾經在社區活動的個案 是有所增加 我們都會加緊留意 希望在我們做一個接觸者追蹤的時候 盡量找得出這些人的行蹤 從而可以將他們去過的地點 立入強制檢測公告 好 關於病人號碼是1、2、5、4、8 暫時情況都是嚴重的 他在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留意 暫時沒有發燒 但仍然需要聞氧氣 下一題 下一題 前面黑色三個位 你好 是香港01 想問非用抵抗的情況 今天的確診是PR300 有10宗 昨天也有3宗的確診 5J272 這10多宗 都是在沙田曼儀檢疫期間 發現他們的確診 想問有沒有可能 在酒店內有傳播風險 會不會有排除這個可能 他們的房間分佈的位置 和座向是否掌握的呢 還有我們也看到 菲律賓疫情都飆升 有沒有需要因為疫情 殺停非用或外用來港呢 另外也想問 網月樓的情況 現在剩下6個 還未能找到 會怎樣加強追蹤呢 會不會透過CCTV 或之前所說的信用卡 的付款紀錄 有沒有找到什麼結果呢 另外也想問 網月樓旁邊有一個相連的餐廳 就是日本餐廳 他們都是兩個店鋪的位置相連 以及都通到同一個廁所 但是沒有被很具名的 納入強檢公告 這次看到傳播力這麼強 其實是否都是一個走漏眼的做法呢 會不會盡快去堵塞漏洞 以及掌握不掌握 日本餐廳的適合 以及密切接觸者的人數 麻煩 關於菲律賓輸入的個案 我們近這兩天錄到有兩班航班 是有大量的輸入個案 包括在 我剛才所說 在10月30日底港的一班航班 PR300裏面 是有20宗個案 其實在這20宗個案裏面 有7宗在臨時檢測中心 即機場檢測中心已經是確診 其餘和航班的人士分別送獲 有些是送去竹高灣 有些是去了沙田曼夷酒店接受檢疫 在第三天的樣本 我們再找到13個個案 這13個個案 其中有3個在竹高灣檢疫中心 找得到的 另外有10宗個案在沙田曼夷酒店 這10宗個案分別住在兩個不同的樓層 在28樓有4宗個案 在29樓有6宗個案 因為他們同一班機來 他們搭同一程的巴士 是去沙田曼夷酒店 或者是竹高灣的 亦都在編房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一起去 check-in-hotel 所以都是分了兩個樓層 他們的房間都是左右隔離的 我們初步的調查顯示 就是相信他們有可能 在當地接觸了一個共同的源頭 或者在當地的機場受到感染 或者在飛機上面 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因為他們在第三天的樣本已經是呈陽性 我們看看CT值 似乎在沙田曼夷酒店 受到感染的風險相對是比較低的 另外一班航班 就是前一天的航班 是5J272 這班航班 是在12月29日抵港 在這班航班 總共現時 已經發現有11宗的個案 這11宗個案 其實有3宗 都是在機場抵港的時候 已經是發現的 餘下是有8宗個案 其中一宗個案 在第二天 因為它是和另一宗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在第二天的時候 在竹高灣檢疫中心 已經是呈陽性 餘下的7宗個案 其實有4宗 都是在竹高灣檢疫中心 第三天的陽本呈陽性 另外有3宗 就是在沙田曼夷酒店 他們都是住在八樓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沙田曼夷酒店 是一間專門 是給外籍家庭融工的 一間檢疫酒店 所以在當中 很多自菲律賓底港的人 都會要是住在萬宜酒店 要是住在竹高灣 現時我們看得到 暫時沒有證據顯示 在萬宜酒店裏面 有一個傳播 但是由於在萬宜酒店裏面 發現 在短時間內 同一天發現這麼多個個案 我們都有個憂慮 就是會不會有機會 這些個案傳給左右隔離 員工或其他人士 我們都為了審慎喜見 已經是安排了 沙田曼夷酒店裏面的 同一樓層的住客 加密檢測 在未來一個星期 每一天都需要做個檢測 我們亦都是要求 酒店安排員工 每一天做個檢測 主要原因不是說 這些個案在酒店裏面 現時是一個爆發 只不過就是 唯有審慎喜見 我們看到 酒店突然間出現這麼多個個案 的時候 有機會污染了環境 可能會 其他人會受到 有機會受到感染 如果是的時候 可以早些發現這些個案 望月樓的情況 就是 我們在12月30日晚上 已經是聯同基電工程處 去了視察 我們都知道 這間餐廳 和隔壁一間的日本餐廳 是相連的 中間有個門口 也是打開的 但我們看回 就是 兩間餐廳 它的入口是完全不同的 亦都是從 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知道 兩間餐廳的員工和食客 是不會有 有個交集的 廁所是同一個廁所 但是 我們 在望月樓 找到那些個案 它是沒有用過 酒樓裏面的廁所 他們反而是用商場 外面的廁所 我們為了審慎喜見 我們都擔心 會不會是廁所受到污染呢 如果在廁所拿的環境樣本 是陽性的時候 那可能 還有其他隱形個案 所以我們都在 望月樓的廁所 或者兩間餐廳 共用的廁所 拿了一些環境樣本 全部都是陰性的 那機電工程署的同事 也都檢測過空氣流動 就發覺那個風向 是由日本餐廳 是流去望月樓的 就不是反過來的 所以我們都認為 望月樓的食客 是無需要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而需要去接受檢疫的 但是為了審慎喜見 因為始終都有個個案 曾經在那裏出沒過 我們已經是在12月28日 和12月31日 出了個強制檢測公告 曾經在1點至5點 前往過有一成的所有人士 包括去隔離日本餐廳的人士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我們都要求餐廳的負責人 安排員工去加密做測試 暫時未發現有新的個案 下一題 英文問題 牛仔樓那位 好的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Moon Palace cluster With six diners unable to be tracked by the authorities so far Is this something that is worrying about And will there be any legal consequences of sort If these people don't come up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question,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For the contact tracing related to the Moon Palace outbreak We have classified all patrons, all customers and staff Who have stayed inside this restaurant From 1pm to 3pm on the 27th of December as close contact So far,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staurant There are 207 customers and 22 staff All the staff have been sent to quarantine centre And they were tested negative at least once And among the 207 customers We hav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191 customers And they were arranged to be sent to Penny Bay quarantine centre And about 10 customers are being arranged to be sent to quarantine centre within today And there were six customers with no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we have appeal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If they have been present at the restaurant from 1pm to 3pm They have to call our hotline So that we can arrange them to be tested and also to be quarantined And we will issue another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for this restaurant today And those who have been present in this restaurant need to be tested tomorrow And also they have to report the results to th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By dialing our hotline 2125-1111 or 2125-1122 And in order to have testing If they do not comply with the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We will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them For the cases detected among customers And also among customers of this outbreak We have also, apart from the customers and staff of this restaurant We have also identified other close contacts Including household members, family members, meal friends, co-workers, colleagues, etc. And sent them to quarantine centre So far there are over 100 other close contacts being sent to quarantine centre And they will be tested or has been tested negatively The government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capacity And also the capacity of the quarantin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keeping a review of the number of rooms available in quarantine centres A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re is enough rooms in plenty space for close contacts But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Because there might be sudden upsurge in the number of close contacts Some English questions So for today's case related to the Moon Palace cluster How possibly has she been infected? And also for the six people that the authorities cannot track down Are there any things that you can do or you can just wait for them to show up? Like how can you prosecute diners who cannot be reached out? And also the third question is Is uneven ventilation in Moon Palace restaurant common in other restaurants too? So how should restaurants improve their ventilation? Thank you May I know which organisation? RTHK Thank you Regarding the first, for the first question Regarding 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In this outbreak, we are still investigating We have taken environmental samples And so far, total samples taken were tested negative At this moment We have taken additional environmental swaps In particular From the filters of the ventilation systems To see if there is any hint To pinpoint the same mode of transmission As I have mentioned Among the four affected tables Two were in the open area In the outside of the restaurant And they are separated by a distance of about 10 metres And while the other two tables Are in two different side rooms inside the restaurant And preliminary review of the CCTV Did not reveal any face-to-face direct contact Between the other cases and the index case There are two possibilities for the outbreak to occur First, it is due to short-range airborne transmission As the index, he might be infectious during this meal He has taken off his mask So when he breathes out the air The air may contain the virus-laden particles Which will spread among the restaurant Due to the unsatisfactory ventilation This is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But if there is short-range airborne transmission We will expect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cases Than we have observed so far But of course, some of the cases Some of the customers who have been quarantined Were tested once only So we will arrange all of them to be tested again To see actually how many cases Have occurred among the customers in this lunch Another possibility is not through the air But through the environment or contaminated objects This is also a possibility So we have taken additional environmental swaps From the items which might be touched by the customers And also the staff For example, the water pot, etc. So that we can see whether this is a likely transmission route And our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And for the ventilations in food premises I understand that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They have formed a working group And also issued a guidelines to the food premises And also restaurants for them to follow So that they will have adequate air change At least six air exchange per hour And also they need to install air purifiers inside the food premises I think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Will follow up and also will take actions To see if the other restaurants or food premises in Hong Kong Combine with the guidelines And for the six cases With no contact information Our staff in the contact tracing office They will review the CCTV in the mall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whereabouts And also we will see whether we can chase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autobus record Or other credit card records, etc. The topic is part of the I'm based on on Rain costing On the right, listening Hello potrzebren AM730 Because of the night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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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桌號是甚麼 距離之前那四張桌子有沒有說是多遠的資料 還有之前那四張桌子 我再說一次 那兩個房間的桌子 本身那間房間會不會有其他的桌子 一起在同一間房間裏面 還有剛才說希望那六位做完檢測之後 通知你們的結果 是不是有些法例引用了去要求他們做這個動作呢 剛才也提到今天會有拿53個環境的樣本 希望他們豈有那些樣本會找到哪一個 而且之前強制檢測公共 已經立了不到巴士和穿巴 鐵路會否考慮立完成這個公告呢 如果不是是為甚麼呢 剛才另外提及到北國的35歲男子初步確診 不過它有沒有病徵以及變種病毒結果怎麼樣 最後就是近期社區都有很多個案 都講這輸入關係 現今可不可以喊本地零確診呢 或者是說清零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六个未找到的桌子号 我暂时手上没有资料,我们正在追踪着的 今天我们拿的53个环境样判主要是 我们是针对当日的食客和员工有机会经常摸的地方 上次我们主要是一些桌椅和厕所拿 今天我们会在一些茶壶、杯、他们会碰到的东西再拿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也想知道究竟会不会是空气传播 因为如果空气传播的时候理论上在空气系统里面 可能都会发现一些残余的病毒 我们也跟A电工程署的同事一起 将一些过滤网插下来 看一看里面拿了一些环境样本 看看会不会有这个新冠病毒的RNA 至于你说强制检测 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是乘搭交通工具 都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巴士和一些小巴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有机会 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里面 还有空气流通比较差的环境里面出现 还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一些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在那个时段 搭过这些交通工具 因为他们这些是比较容易一些去知道自己是 曾经同个个案是在一起的 在北角那个个案是没有症状的 我们的流行病学调查仍然在进行 刚才你说到现在我们的个案 很多都界定了为可能的输入相关的个案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就着每一宗个案 都会看看它的源头在哪里 如果它是没有源头或者找不到的 这些一定是本地个案 暂时我们还是未发现的 那我们现时来说 在本地受到感染的个案 在过去两三个礼拜 都是可以找到 或者有可能是和一些输入个案 有直接关系的个案 包括可能它是接触个 直接是一个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或者它是在一些很高危的地方 比如机场做地勤 有机会接触一些过境旅客 或者是我们基因排序分析里面 是确定得到 它和另外一位的输入个案 那基因排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将这些个案 界定为与输入个案相关 或者是可能与输入个案相关 那会否判施那些距离 或者是用什么法律的 就是要进行那些个人 找回你们的报告 我们因为根据法律第599章 我们已经出了个强制检测公告 599J 那他们一定要做个检测的 那如果将来我们发现到 有这些个案出现 而他们没有做的时候 我们是会采取法律行动 而且是作出检测的 那是强制法律行动 那是强制法律行动 因为我们今天会再出一个强制检测公告 那我们会在强制检测公告 会是刊献的 那也会列明这些要求 那两间房 其中一间房 只有一张桌 即是初步阳性的个案 他坐在一间房里面 只有一张桌 那张桌当天是有九个人用线的 那全部都送到去检测中心 那现时有一位的人士是初步阳性 那我们都会看回CCTV 看看这位人士 他当天有没有走过出来 还有是有没有跟源头个案 是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那这个是正在进行的 那另外一间房 就是住在马鞍山那位女士 他那间房其实就是有三台的 那他是其中一台的食客 下一题隔离那位 你好医生 你好NOW TV 首先想问一下 现在你还没追踪到那六位食客 其实是一台食客 还是几台食客 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座位在哪里 还有可不可以说另外 除了房间之外 是否应该外面也有两张桌 可不可以再说多一次 四张现在感染桌的分布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另外也想问一问 其实处方有没有用过 安心出行的程式去尝试追踪 这些或联络不到的食客呢 或者有多少个食客是因为 因为安心出行的一些感染通知 是成功可以联络到你们 送回他们去隔离营呢 最后想问一问 其实现在如何评估 社区的爆发风险 其实有没有必要 因应Omicron这种 传播力特别强的变异病毒株 去提早做一些更强的 更严重的防疫安排 包括可能是停货 或者禁回万事堂食 有没有需要呢 麻烦你 这六位个案 它是涉及两张桌子的 我手头上没有去过桌子 我们现时来说 第一就是呼吁 曾经去过的人士 要尽快联络我们 打我们的热线 我们也会再次出一个 进入讯阶检测公告的 虽然我们没有他的联络方法 我们也会看回CCTV 我们知道是哪一堆 即是哪两堆人来的 我们会看回CCTV 看看他离开了餐厅之后 一直追踪 看看他去了哪里 会不会有机会呢 如果进去另外一些商店 买东西的时候 用了八达通 或者去了地铁站 有八达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功找得到他 这个在国案追踪办公室的 纪律部队同事和警方 是正在进行的 我们也希望找到他们 我再次在这里呼吁 这六位人士 如果他曾经去过 在网易楼去过的 所有人士 如果还没联络我们的话 就尽快打我们的热线 联络回我们 我们之前的追踪 其实是透过很多种方法的 为什么我们在这二零七个 食客里面 可以找到一百九十几个 主要是透过几个途径 因为餐厅有个训练 本身有一些食客 已经留了电话 我们可以成功找得到他 另外我们呼吁了之后 我们也是要求 所有食客 尽快联络我们 有一些个案 是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是收得到的 我们也成功联络得到他们 有一些人士 应该是长者 他们有填纸 那些纸我们也可以 透过电话 联络得到他们 其他用安心出行的人士 因为我们出了个强制检测公告 他们在自己的安心出行 也会收到这些通报 有些人士也会联络我们 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们 现时这六位人士 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他们 主要是其中有一些是用现金 用现金付款 所以我们就因为没有信用卡的记录 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是问回 酒楼拿回所有信用卡的结账单 联络回银行 拿回这些签卡人士的资料 也是成功找到很多人 在Omicron的风险评估上 现时我们也是觉得 风险在香港来说 都是非常之高的 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抵港旅客 而他们在外地受到感染的风险 也是因为Omicron的原因 非常之高 所以如果他们感染了之后 回到香港 我们当然是尽量希望 找到他们 包括透过不同的检测 在机场 在检测酒店 很频密的检测 希望能发现到他们 但是也有可能有些情况 就是会走流 包括可能涉及一些免检疫人士 或者是一些机组人员 如果出了社区的时候 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 比起Delta高很多 所以很容易造成传播 甚至会出现空气传播的情况 所以如果有个案 他在传染期 在社区出没 这个是令人担心的 所以我也希望市民 要留意我们每一天 所发的强制检测公告 如果自己是属于这些高危群组 要尽快去检测 以及不是单一次的检测 是要在二、四、六、七、十、二、十、九日 都要做个检测 那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些的措施 包括将某些国家列入 这个加强的检测名单里面 他们抵抗的时候 就是在首四天 需要去触高弯做个检测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 因为首四天其实风险最高 就是Omicron的潜伏期都是比较短 我们希望在触高弯可以找到他们 避免在检测酒店找到的时候 有机会造成在检测酒店的爆发 如果在检测酒店出现个案 我们也会加强附近房间的人士的检测 在七天之内每一天都要做 没有必要停播 当然现在我们也出现一些社区的 有些传播 所以风险是存在的 所以市民其实在现阶段 都要时刻的保持一些预防措施 一定要戴口罩、洗手 尽量避免去一些人多聚集 或者风险高的场所 而且如果一旦有病症 一定要尽快去看医生 以及去做个检测 下一题 这边这位女士 你好明报的 想问一下几条问题 第一就是今天最新初步 杨胜那位66岁女食客的房间 她和一开始有人确诊第一台 相隔有没有说过距离是多少呢 而且她也去过不同食事吃东西 又有一些亲友聚会 想问一下她是和多少人吃饭 以及涉及多少个密切接触者要检疫 另外也想问12654和12708 这两宗个案 曾经在第一宗望月楼个案的身边经过 想问她们当时有没有戴口罩 以及是否现在都未清楚 食客是经什么途径的感染 还有还想问一下 今天两位初阳的患者 她们都去过不同社区的食事吃饭 中心是如何评估病毒在社区爆发的风险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今天初步杨胜那位66岁女士 她坐的桌子是101号桌子 她这桌子是在一间房间里面的 那间房间只有这桌子 先前那三张受影响的桌子 一张就是住马安山的女士 都是在一间房间里面的 另外那两台就在外面的 靠近门口进去 右手边的位置 一张是在一个角落那里的 通风其实基电工程处的同事 看过都是比较一般的 虽然整间食市 整体的空气换气量 是达到五点多 即每个钟头是五点多 但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即那两张桌的区域里面 还有其中一间房间里面 即一压住马安山那位女士 所坐的那间房间里面 门气量只是每个钟头是两次 可能有机会造成空气流通 没有那么好 在外面那两张桌子 是相隔大约十米左右 我们看回拜露电视 就是12654和12708 他进餐厅的时候 是经过12611那张桌子 但因为他刚刚进入餐厅 仍然是有戴口罩的 下一题 白色舞各位 你好我是点新闻的记者 想一共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望月楼出现本地感染 然后源头是国泰机组人员返港 四处游走 违反防疫规定 然后想问一下他之后 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国泰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机组人员违反防疫规定的个案 所以想问一下 特区政府作为国泰最大的股东 想问一下是否存在监管不利的情况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房间 因为有六个时刻到现在都没有追踪到 然后房间一直批评说 安心出行是缺乏追踪的功能 所以想问一下政府有何回应 然后之后会不会会怎样填翻 会如何改善安心出行的漏洞 您可以用广东话回答 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 关于国泰机组人员免检疫 那样东西 自从我们接二连三有个案出现之后 相关的政府部门 包括运输及房屋局 已经与国泰已经严肃跟进的情况 亦都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将一些在外地抵港的旅客 即机组人员 他们原本是免检疫 可以居家隔离 就规定在头三天 需要在检疫酒店里面接受检疫 直到第三天的样本是情阴性 因为之后再发现有一些在第三天之后出现的个案 运防局亦都将这个安排加到七天 所以换句话来说 现时抵港的所有的机组人员 包括机师、机厂服务员 无论是货机或是客机 他们抵港之后 在临时在机场检测阴性之后 都需要在检疫酒店里面隔离 直到第七天的样本是情阴性 才可以回社区 我相信这件事会大大减低了 涉及一些机组人员的个案 走出社区的风险 这个运输及房屋局 会和国泰继续密切跟进 亦都希望国泰遵从政府的要求 关于那六位未找到的六位人士 他们都有可能是用安心出行的 他们可能自己已收到短讯 但我们暂时无从联络得到他们 所以不知道他们做了测试未 但暂时未发现到再有新的个案 政府其实在安心出行的使用 都不断定期去做一些检讨 希望加强或者令到安心出行 在帮助卫生防护中心的追踪工作上 更加有效 我相信这个相关部门是会继续检视的 我们再问最后两条问题 那边绿色衫的位置 然后这边粉红色衫 你好香港电台 想问关于刚才说的那个 望月楼的一个个案 有一张桌子是找不到重叠的时间 其实初步有没有 有机会可能在什么途径之下 他们会接触到 然后可能受到感染呢 另外想问关于公布疫情的名称 就是从日前开始 就会将一些没有发病的 就称为这个无症状感染 其实会不会变成一个效果呢 就是令到那些确诊的情况 就是感觉上好像少了 但是其实是一个 变成一个滞后的情况出现的 谢谢 多谢你的问题 其实就 刚才我可能讲得不清楚 其实就所有涉及那三张 之后有个案的三张桌 和源头病人的那张桌 他们吃饭的时间 都是有重叠的 但是在重叠里面 就是我们看闭路电视 在14007起来 126 5 4 和12708 他们进餐厅的时间 是经过源头病人的桌 这个可以清楚的看到 第二张桌子就是95号桌12673这个个案 重叠的时间都是有的 两个人就是源头病人和他 同一时间是在餐厅里面的 但我们看闭路电视就看不到两个人是有一个很近距离的 刹身而过或者是有接触 第三就是最后今天初步阳性那张桌子 闭路电视还在看着 我刚才也用英文讲过一次的 其实传播途径都可以说是有两个 第一就是短距离的空气传播 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有一些人和源头个案 好像没有面对面或者是在空间上 没有直接接触过都受到感染 可能只是透过空气 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第二样东西我们追查的方向就是看回 会不会有一些物件 比如一些茶壶或者是有机会是透过 员工是由一台 带到去另一台 这个我们都跟餐厅跟进的 初步 拿回我们得到的资料 就是他们都有一些执台专员的 就是执行的 就是执行的 就是有指定的人士负责 而这些人士也不会做一些全菜 或者是碰一些食物的 但是在餐厅里面 有些员工是负责是加水或者是加水的 那么他们有机会呢 可能是会拿了一个茶壶去加水 然后放在客人的桌面那里 然后放在客人的桌面那里 如果是患者曾经是 污染了他本身的茶壶呢 可能有机会 就是我不能够确定得到 有机会可能透过员工 他拿了茶壶走之后 就是员工的受污租了 之后再可能帮第二台斟茶的时候 也带了个病毒去第二台 但是我们问回餐厅 其实他们也有指引的 所有员工做完这些事之后 都会洗手的 所以我们的调查都是继续进行之中 实际究竟是怎样传播呢 可能也要再看回环境样本 最后的结果 以及基因排序等等 或者我们会再继续 看看闭路电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线索 最后一条 你好 经济报价 想问一下网月楼的源头 就是各位空少 和之前的另一位空少 其实有一个聚餐 但是他们两个都还在列入输入个案 有没有说 而他们的基因排序是一样的 有没有说其实这两个空少 哪一个是一个源头 还有刚才有提到网月楼 群组里面有十个人 正在等待进入这个检疫中心 有没有说中间其实是有什么阻制 为何未送到他进入检疫中心 现在检疫中心的位置 其实还足不足够 应付这么多 这么大量的密切接触者呢 还有这个网月楼群组 其实里面所有的染疫者 都已经打齐了针 接下来也预告一个 食肆的疫苗气泡 其实是不是已经没用呢 就算大家打齐了针 食肆仍然有一个爆发 推荐疫苗气泡扩大 还有什么用呢 还有最终上 其实食肆现在用安心出行 是没有一个主动 可以找到食客去检疫的功能 其实比起一开始 而之前的疫情爆发 那时候田子仔 其实卫生服务中心 还可以打电话 找到食客可以捉到他们的检疫 其实田子仔 是否比用安心出行更加有效呢 还有想问沙田万宜酒店那里有没有说 其实那些外容的确诊住的房号是多少呢 刚才提到有一层要加密检测 其实还有多少个房间里面的住客是未确诊 就是涉及多少个房间住客呢 还有有没有那些人是同一时间 入住万宜酒店而已经出入社区呢 最后想问打针那里 其实打两针之后 那个体内的抗体是会随时下跌的 有没有说其实过了多久 你打两针 其实已经视为你是没有接种疫苗呢 谢谢 回答几个问题先 我刚才答漏了一个问题 我待会回答的 关于我们转了个案的界定 首先回答这位记者的问题 12609这位个案 他是在12月24日纽约底港的 他在12月25日 就去了12611的家里 跟他有一个相聚 两个人的基因排序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12611 他本身也是一个基组人员 他在12月25日 由芝加哥底港 虽然两个人的基因排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百分百肯定 12611是在12月25日 透过12609就感染得到的 主要原因就是Omicron 他在一个地方流行 他现时来说因为刚刚初起 其实不同的病毒就算没完 就是大家没有流行病学关联也好 那个基因排序都可能是一样 或者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也见过的 就是之前我们有些输入个案 大家是个基因排序一模一样 可能是同一个国家来的 但是完全是没有流行病学关联的 可能是一个人来了之后 他在机场已经检测到阳声 然后就进了医院 第二个人可能是夹了一段时间才抵抗 这些完全没有流行病学关联的 个基因排序都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在Omicron现阶段来说 我们就很难完全确定得到 因为两个个案始终都在美国回来 而且他回来的时候是五天之内是检测得到 所以我们都将12611 暂时都是继续解定为一个输入性个案 但很肯定就是在望月楼的群组 就是由12611引起的 那十位密切接触者 为什么现在还在安排检测中心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没有电话留下的 我们要拿回他们的信用卡资料 才能联络得到他们 这个资料是要问银行和信用卡中心拿的 这个资料我们刚刚今早掌握得到 已经第一时间发出的检测令 安排他们去入住检测中心的 暂时来说 竹谷湾检测中心 我们暂时还是还有足够的位置的 可以容纳到抵港旅客和密切接触者 但当然我们也要密切注视的情况 因为始终现时来说 抵港旅客可能会在农历新年之前的回来越多 尤其是有一些非常高风险国家抵港的人士 还有可能如果出现社区有其他传播链的时候 可能密切接触的数字会突然间在短时间之内大幅增加 政府是有后备方案的 我也知道相关部门正在筹备 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处理 疫苗气泡方面 其实在现时的科学数据上 我们知道打完两针之后 如果对预防严重疾病或者预防感染是非常有效的 虽然在Omicron来说效率是低一点 但如果再打一针加强势的时候 也会有效令免疫力或者抗体水平提升 我相信关于疫苗气泡这一件事 政府都是按照现时的最新的科学证据 和一些科学上的数据作出适当的安排 安心出行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政府是不断优化关于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 我们都很希望市民尽量用安心出行 因为用安心出行的话 如果是他去过一些需要接受压制检测 或者高风险场所 他自己是可以即时收到的讯息是要做检测的 如果要填纸的话 我们要问酒楼拿回电话 然后再用电话找他们 其实是会令到他收到这个讯息 是会迟延迟了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市民尽量出入一些公共场所 如果有安心出行 尽量都是用安心出行 如果他曾经在一些高风险场所出没 第一时间可以知道自己是需要接受检测 曼仪酒店 因为这间是一间专业 给外容接受检测的酒店 在里面接受检测的人士 按照现行的规定 他们是需要在第三日 第五日 第九日 第十二日 以及第十九日 做测试的 所以所有入住这间酒店的人 他都会接受检测21天 以及在当中做很多次的测试 确保了他没有受到感染 才流出社区 过去两天 就在这间酒店里面出现大量个案 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一些输入性个案 因为他们在第三天 已经检测得到阳性了 他们分布在三个不同的楼层 包括八楼 二十四楼 以及二十六楼 为了加强 因为有这么多个案出现 为了加强监测 我们都特别在这三个楼层 要求酒店 加密同一层的其他人士的检测 每一天一次 维持七天 除了他们本身要接受的测试之外 最后我想说回 刚才有一位记者我漏了答 就是我们改了个案的分类 主要原因就是 其实以往也是 有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 以及有一些复养的个案 我们以前就没有这么细化 这么仔细去分析这个个案 是属于哪个分类 但是由于现在我们都觉得 有这样的需要 都希望市民知道 还有我们也是和医管局的专家 就是相讨过 有一些新的复养个案的定义 那我们现时来说 会将个案分类为 它是有症状 即是确诊个案 它是没有症状感染者 即是没有症状感染者 那这两类人士 和以前的做法是一样 我们都会给一个个案编号 也都会公布这些个案 那我们做的流行病学调查 和密切接触者追踪 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就是这两类个案 那第三类就是 一些复养的个案 这些是可能 他很久之前感染了 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 那现在复养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这些个案 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 那我们以前都见到这些个案 那这些个案 如果进院之后 我们看得到 他的临床表征 或者是他不断做的测试 都如果是和一个复养个案 那我们这些个案 就可以归类为复养个案 而复养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和他们自己本身 也都不需要再接受隔离 那这个主要是我们希望 在我们工作上 再细分分 或者更加仔细去做一个调查 好 好 好 台号 源头病人的台号是A2 那在屯门居住那位 即1、2 sorry 他的台号是93号 那在马安山居住那位女士 他的台号是95号 那最新一宗的初步觉审 个案的台号是101 那是101 那是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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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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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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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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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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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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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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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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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